告诉我在金融危机之前 韩国排名前十的大企业 外国公司拥有的股份不到5% 经过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经营组织 强拍南朝鲜对外开放金融市场 然后你因为金融危机 你这个大企业的股票就跌价了 跌得最惨的时候 韩国航空公司 它有比如100架飞机 它的市值只值1架飞机了 所以美国可以廉价抄底 把它股份买来 然后金融危机以后 韩国经济还告诉我 外国公司主要是美国资本 拥有的韩国前十大企业的 股份比例多少 超过50% 所以他们说 我们辛辛苦苦奋斗了几十年 一夜之间变成给美国资本打工了